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我来说是非常难过的 但是我在投资上我也很敢bet 我觉得我其实很矛盾的 在投资上我看准了我是中仓的 我其实基本上都是投的不多 但是都是中仓拿时间很长 就是有conviction敢下单的那种 可能是因为打过大仗 就是经历过网易地狱都去过 没什么可怕的 而且我赚了很多钱 所以我就有信仰 对投资有信仰 我一直跟我同事说 就是你做投资你要有conviction 有的时候你可以分析一大堆理由不投他 但是有一个理由你要投他 That's it 你可能有99%的 这个不能投那么一大堆 因为早期肯定是风险的 但你只需要找哪一个理由要投他 就好 这个是需要conviction的 就像大家都不给金东钱 我们一直不断地加 五次过条贷款 这个是要conviction的 就说我觉得在投资上 我很有conviction 但是在比如说滑雪啊这种 我就不是很 就是很害怕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我自己很知道的 我可以control的 我知道了 我有信仰 所以我感叛的 那我感觉是autocontrol 就是说我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我很难 但是我熟悉的东西我就很感叛